青眼白龙从过去就因为没有因果 前段的被人唠了一辈子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果终于出了 所以白龙就终于可以拿着这张卡去打 就可以拿着这张卡去打同行了 用来除外同行的传说白石和白龙 看什么看你亚白也是白龙 对的除外墓地同名卡 除了白龙也想不到什么墓地一堆同名卡的卡组 狼哥的死因终于找到了 这是被国府给除外干净的呀 所以为什么红人鱼他还活着呢 作为雷破刚出就被一堆人惦记的卡 在带破烟遍地走的环境也是相当强的一张贩用了 这也让这个包的含金量直线上升啊 外加有速回巨手强力四星贩用黑啊 和这次三斤绿豆饼这种一拳超人 这次次的小包都给我一种啊 好卡比大包多的感觉啊 哦不是大包 是水产专卖区啊 终究是水产玩家扛下了国府的流水的一切 国府的指标都怎么完成的呀 全靠水产呢 水产玩家称流水合理的 不过话是这么说 具体强度还要看环境而定 就比如说绿豆饼这种卡组 虽然名身在外 但是他本来启动率就一般 甚至还要用墓地起跳 再遇上现在马桶争霸战的环境啊 只要是跟墓地有关的 你别说绿豆饼了 就算是鸡哥都不行啊 隔壁鸡哥一塌房 这边鸡哥也塌房 要说两个鸡哥唯一的区别啊 一个是当完了跌塌房了 一个是啊 反向当跌塌房了 水击是往卡组里塞 黑金黄金鸡哥 直接塞的鸡金 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 是无论水击的强度如何 现在墓地效果卡组的体验 都毫无疑问是直线下降的 各种封锁墓地的手段越来越多 这鸡哥的鸡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对面有乌鸦了还会直接把鸡给打掉啊 顺带一提以上内容没有任何的寒沙摄影 至于你说绿豆饼它出来到底是发光发热 还是给封木地的大伙改善伙食 这都真不好说 原本人家乌鸦是吃水果的 现在能吃粗粮了 剩下的还有超量饭用 首先那就是这玩意儿让我摸摸你的牛啊 二速无效怪笑 其次是这玩意儿让我摸摸你的灵 二速无效怪笑 打牌就打牌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不过你们超量怪的效果都长一个样吗 你再看看保镖啊 还是二速无效怪笑 不过这些个新卡也表明了 国服后续出卡的方向 无论是超量老三一样的二速康 还是TG下水道甲虫之类啊 拥有对手回合干扰的终端 你们不是老是嫌国服是红坑链接吗 这下咱们不玩红坑了 咱们换黑坑 只在自己回合动有什么意思 要动就在对面回合动 还行你看史卡猪类消防队 别说是在对面回合动了 对面回合一开始就跟回到自己家了一样 但是你要说我不想交互 我就想帅气的一拳打死对面 这个包也有 无论是先是遗产还是补强后的三斤 前者是让对面变成零之后 一拳斩杀 后者是让对面变成零之后 一拳斩杀 所以别说什么女排老少 女排老少 其实不是女排老少 是游戏王里边难排老的零太多了呀 斩杀方式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完全相同 本以为是换了新卡组 原来不是换卡组 是换了个新皮肤 这就让我想到了国内某厂商的游戏 游戏平衡做不好怎么办 那就不出新英雄 只出新皮肤 不过王者在片刻这一方面 还是得跟腾讯自家的皇室战争多多学习 腾讯的游戏现在都玩的这么大的吗 其实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质量不俗的小包 无论是泛用四星黑还是因果切断 都是相当优质且保值的卡 不过绿豆饼神教的强度 还需要再观察 观察这到底是豆饼还是豆逼 那接下来就要看高手的开发 和环境里的表现了 不过个人实际操作下来 感觉这就是豆逼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请安务必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